頂樓加蓋公寓大火 住戶逃到窗戶外交雨棚 險象還生 還有人冒險跳下受傷送醫 今年三月 台中市新中間公寓大火 造成六死六傷 頂樓房客正姓男子 因為他的寵物羊隨地大小便 又積縣房租 莊姓女房東要求他搬家 男子心聲不滿 竟然縱火報復 犯案後還跑到附近逛超商買泡麵 而莊姓女房東平常從事資源回收 還把雜物堆放在每層樓的樓梯間 陽台跟走廊 正姓房客縱火 大火從二樓往上燒 雜物又阻礙房客逃生 最終尿成慘劇 阻塞集合住宅逃生通道 致死罪嫌 以及過失致死 過失傷害 還有廢棄物清理法罪嫌 以請法院審理 檢方表示 被害家屬可以對莊姓女房東 和正姓房客提出民事求償 不過事發至今兩個多月 大樓住戶都不願再表示意見 環線黃惹宵夜台中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